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另外有一件事又是瘋狂的 這件事剛才的就是關乎投資者 如果你說做生意又怎樣 做生意又是另一件事瘋狂的 就是這件事 機構改革方案 我們上個星期也提過 就是我們說的內務委員會 打算包覽了原本國務院 即是國家機構國務院 他主管的國防、武警、部門 全部收到中央 現在他做了一個國家數據局 這個國家數據局就是瘋狂的 他就說現在這個國家數據局 首先是華爾街日報報道了 現在準備成立一個新的政府機構 他說集中管理中國的數據儲存 並預計成為內地各種數據的主要監管機構 華爾街日報的消息 他說將會決定跨國公司 跨國公司就是外國公司 現在你在大陸投資了很多 Benz 或者Tesla 或者Apple 他可不可以 他要決定你可不可以 將你在大陸的數據回出去 你在大陸的業務數據 由他決定你可不可以回出去 這是第一 第二 將會為企業制定 和執行數據收集的共享規則 第一已經夠瘋狂了 第二個狀況是等於我們香港人 為什麼突然之間 總之是2021年 他那時候開始說 換身身份證 香港人都覺得很奇怪 你好地地一張智良身份證 你再記錄個人資料 就可以了 結構又簡單 但是呢 香港政府的解釋 第一要加入RFID 即是可以無接觸 刷到你的資料 第二就是 將chips upgrade 然後將個人資料 可以share給金融機構 香港當初 原來這些數據共享 已經是一種視點 只不過是說 既然香港人 差不多大部份 都換了新的身份證 中國大陸的身份證 本身都好像每五六年都要換一換 這五六年入面 是會收集了大量的數據 只不過現在是開始 由普通人的數據 轉成企業之間的 那些雲端數據 一起進行監控管理 就是這樣 首先我逐樣逐樣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他說 制定企業數據的收集和共享原則 可能會禁止企業收集 某些類型的消費者數據 這件事已經很嚴重了 禁止你收集 某類型的消費者數據 即是你可不可以 在大陸做Marketing Research 難搞了 申請 那Marketing Research 我都說其實中共 對那個人口 人口數據這件事 非常之敏感 因為有俄羅斯的一個數學家 就去計 根據這個城鄉比例 和這個共產 各個地方政府 公佈的數據 就去計 然後再總合一個數據 就是說中國的人口沒有14億 最多比進你10億 原因就是說 根據那個城鄉比例 和各地政府公佈的數據 根本砌不到14億 這個數字出來 你現在經常說 即是你的改革開放 即是中國向外國 即是外企 的門會越開越大 好啦 放了你進來 你可以來做生意 第一 就不可以讓你匯錢出去 第二 就是你要禁止你 即是你禁止你企業 收集某類型的數據 那你做不到研究 你做不到市場 你做不到市場 你這樣怎麼投資 這個很簡單的原則 更加簡單 更加簡單一件事 如果我們留意一些科技新聞 Tesla 他搞電動車 Elon Musk在說 未來電動車 應該是有自動駕駛功能 他自動駕駛是需要 他要收集這個 環端數據 除了是駕駛自己的 那個習慣 出入什麼地方 走什麼路線之餘 亦都是要知道 準確的位置定位 而這些 很可能牽涉到 國家機密 第二件事 就是審查國內企業 計劃和外國商業夥伴 分享的數據 檢查你 是否潛在國家安全性的漏洞 是否潛在國家安全的漏洞 是你所說的 例如我們先說 人口的問題 你對某一個年齡群 或者某一個城市 富有人口 即是收入比例 等於李克強 以前上次說 六億人口 賺不夠兩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這些是不可以讓你知道的 李克強是總理 他自己不小心爆響口 但是這些東西 你不可以收集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譬如你大陸 你現在很多那些 合資經營企業 譬如你說 福士是否跟一氣 還有 廣氣豐田 廣氣豐田 還有Honda 我反而不太記得 福士 就不可以問一氣 拿大陸的經濟數據 但是反而 一氣反而可以拿福士的數據 是啊 他可以拿你那些 敏感的技術數據 你來大陸做生意 總之你就要盲摸摸 你只能靠那個盲公足 就去幫你的 你最大 你就是盲著進來 第一 就不可以讓你 收集某一些消費者數據 如果不可以讓你收集消費者數據 怎樣投資 這個就不行了 第二 又不可以 讓自己 總之他就封了 封了你另一道門 就是小門不開 大門開 小門不開 小門不開 就算跟你合資經營的伙伴 一氣是不可以讓你一些特別的數據 因為他裏面也有黨委去審查 那你加入Venture做什麼 哈哈哈哈 即是他加入Venture 第一天都講得明白 他要做的就是 因為很怕當時福士 Honda Toyota 走進來就吃光他的市場 他始終汽車 是屬於國營企業 也是軍工背景 如果被你這些技術打倒的話 中國的軍工就發展不了 所以就逼你加入Venture 順便收集這個技術 誰知道現在就惡回頭 還有第三件事更瘋 這個國家數據局 還可以調查數字領域的各種問題 比如使用演算法操控 操縱數據或者誘導成 未成年人上網成人 很瘋 即是說 以後騰訊呢 你就糟糕了 你說什麼 你可以調查數字領域的各種問題 你做一些 譬如你做電玩 電玩當然要那些年輕人 他要上網成癮 你才可以賺到錢 你不上網成癮 你怎可以吸引別人玩 你玩你的遊戲 是他的遊戲上網成癮就不行 如果你搞習近平思想問答比賽 這個肯定就OK 因為你不會這樣成癮 你會這樣就等於催眠 這個真的是神經病 所以你說 你現在搞這些 即是所謂 中國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但那些小門就越開越多 即是關得越來越多 在裡面來關你 你一頭蹤過去 原來裡面有一部鐵閘 一聲撞到你 就撞頭埋牆 撞頭埋牆 就是撞頭埋牆 這個就是特朗普 以前最不妥 中國大陸的地方 是 大門開小門關 你見到 習近平就是這樣的 他最虛偽 他撤層層關卡之後 就要搞一個政協 然後將一些好說話 什麼都說齊 又說始終三個沒有變 越是說沒有變 就越是變了 等於越是說香港 即是一國兩制 不變形不走樣 越是將他 就像魔術師一樣 將他變成天花龍鳳 即是黃祖賢變成天花龍鳳 將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 就當作自己人 要引導 當自己有 當自己有就是我的東西 就是我的東西 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 這個就是既安邏輯 要引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 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 要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 就不用做生意了 黨呢 就跟你說什麼 最要記得 就是這個 叫做四個自信 什麼道路自信 這個不是說自信 那個叫什麼 啊 是啊 四個意識 四個意識要什麼 有什麼看齊意識 有政治意識 看齊意識 要有 最重要還有大局意識 另一個意識不能記得 大局意識就是什麼 就是不可以這麼自私 你要理解黨的大局 有大局就無小我了 你知道嗎 你就不可以這麼自私 只想著自己賺錢 所以如果黨要引導民營企業家 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 就是什麼 就是共同富裕 你自己賺錢 不行的 你要身懷國家 身懷黨和國家 要你理解黨和中央方針政策 就要增強信心 大膽發展 你這樣才不敢大膽發展 實現民營企業 民營經濟健康發展 高質量發展 支持平台企業 在創造就業 擴展 招費 國際競爭裏面 大顯身手 始終將於環營企業 都當作自己有 當作自己有 就是剛才所說的 又要優化 要這要路 既要又要還要 還要更要 就是說這些事情 又說要你推告 又要做出更加大貢獻 這些事情不用說 這些事情全部都是廢話 不想再說 等於毛澤東以前 叫那些海外學者 要回來建設新中國 那你就看到那些 錢學森 陳人確 回來中國大陸 受什麼折磨 大家很清楚吧 是啊 其實 這個 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個叫做數據管理局 叫做數管局 國家數據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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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之前傳出來 所謂的 叫做DQ四大 不可以跟四大 繼續做生意 這些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原理是 所以證明了 就是說 現在它越來越 越來越敏感 越來越心虛 這件事 其實是很吻合的 一方面 它要建立一個國家數據管局 不讓你民營企業 拿資料 第二方面 同時要你停用B4 停用B4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不讓你以國家安全理由 不讓你未經產准許查閱 那些中國上市公司的審計文件 總之什麼都不讓你知道 就是 就是 十分之心虛 我們認知以前 B4 沈忠之都應該很鬆手 連這樣都不相信 人真的沒有話說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 勒著了 美國的PCOB 你跟大陸 其實你要清楚一件事 我覺得 這個不需要我們提 現在很多 你說這些真的是外國勢力 永遠就要明白一個道理 要明白一個道理 跟大陸說什麼交易 怎樣令到他 因為你一時得勢 而令到他簽下城下之盟 習近平永遠不會放棄 就這麼容易輕易向你低頭 就等於 這個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跟你簽了 之後反悔 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PCOB 美國的審計公司 美國的 美國公眾公司 會計監督委員會 談好了 你要交數 你要給我審查 然後又在執行的時候 怎樣去揚奉陰違 每次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跟大陸談 是不能好談的 中共永遠是不可信的 這個我想 不是美國 全世界都是 自己都知道 現在這些事情 你跟大陸 你跟他談是沒有用的 真是 Marsalian問 如果不用四大 會不會影響了那些 已經是美國上市的公司 不用四大 會不會影響美國上市的公司 已經是美國上市 例如阿里巴巴 他已經給了一個代號叫BABA 那現在 誰就說了 這個PCOB 那個主席 就是說 繼續要求 所有在中國註冊的公司 中國註冊的 同時間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交審計底告 以及要讓我們充分檢查 和調查 不存在例外的情況 或者流動 他警告 如果中國當局 阻難PCAOB 完全進入的話 委員會就會立即採取行動 即是DQ你 是不是 我原本跟你談了一談 你就要交審計底告 給我審查 你不給我審查 就是委約 委約的話 我就要你除牌 簡單一點 簡單一點就是這樣 或者他有另一種方法 你不合作就要你除牌 有另一種方法去做 中國大陸都講得明白 你海外註冊的公司 就可以繼續用四大 但是你沒有公司不可以 他就轉型 因為曾經何時 香港都是用這種方式 例如阿里巴巴 他在海外註冊了一間公司 然後那間公司 就持有阿里巴巴的股權 然後就拿這間公司去上市 中國大陸是很厲害 去玩這些法律 你到時又跟PCAOB說 你四大就審問公司 但問題沒有公司 就已經不是一間上市公司 這樣做 你要知道你和中共做生意 你不要說你和國企做生意 和民企做生意 只會你牽涉到 你審計看稿都不讓你看 多少經濟數據 他不可以讓你看 多麼心虛 錢又不讓你拿 我想來做生意 你又不讓我看 國內的市場 不讓我做市場 盲摸摸 就專崑笨擠 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如果看回人民幣 從今年1月1日到現在的狀況 他對這個美金 其實都已經跌了大概1.8% 對英鎊跌1.3%左右 人民幣其實是慢慢轉弱的 這件事如果再加上這些疲弱的經濟數據 是讓你利用各個不同的方法收集到的話 對投資者來說 喂大哥 香港地產都尚且如此了 我更加沒有興趣 在中國大陸做長遠投資 你總… 你總…